酸是什么?可以是一种味道,是有机酸、无机酸和酸性盐产生的氢离子引起的味觉 也可以是一种情绪,是一种人性的弱点 当嫉妒心在作祟引起的情感 我们对酸的认知都只停留在看不见摸不着的感知上 如果用图像和视觉来解释,什么是酸呢? 酸性设计你不一定了解,但它的辨识度你一定过目不忘 它就是有这么神奇的力量,一旦接受它,你将身陷其中 酸最早源于60年代的Acid Rock文化中 是一种叫LSD的置换剂,让人可以沉醉其中 又因人想象力与现实的冲击可以产生千奇百怪的玄幻场景 随着LSD的使用越来越泛滥,更多的人看见了那个奇异魔幻的世界 慢慢的,有人开始一点点记录那个世界的样子 直到将它主观地呈现出来 酸性设计带来的冲击力是极具层次感的 试验性的金属质感遇上怀旧的霓虹色调 金属液体的自由流动质感 灰色亮面之下充斥着反差 仿佛一眼陷入迷幻的未来漩涡 它不断挑战对传统美学的定义 也赋予了创作全新的生命力 高宝盒折射材质、金属、玻璃 带来独特的视觉感染力 以暗色调为主 配合荧光色来点亮画面 结合雷射光谱的效果 给人以迷幻绚烂的奇妙体验感 仿佛你的听觉也随之进入了一种极强的韵律之中 尖锐的字体 锋利的描边 哥特以及复古的造型 如同被强酸腐蚀过后 充斥着危机感与刺激感 荷兰创意机构G2K的艺术总监 Rudemar van Hozen 也曾对酸性设计进行过一次定义 挑战传统的美感和欲望的定义 是酸性设计的核心 尽管许多人可能会认为这些作品很丑陋 但是如果仔细研究他们的制作方法 创作目标和用户群体 你会发现他们是特意如此 并且拥有自己的美学 另外 你不需要化学刺激就能看到他们的美 酸性设计风格可以说是复古与未来的融合 跨越了时间 打破当下 强烈的置换与反差感 这种延展性也使得酸性设计在艺术 音乐还有潮流品牌 数码设计中备受追捧 而今 酸性设计正在变得活泼 以一种全新的姿态出现在数字意识中 以自由享乐 彰显个性的设计态度 悄无声息地融入你的生活 随性又充满未来感元素的酸性平面风格 像是一种新时代的朋克精神 可挑战主流倡导的简约 归整美 以新锐的色彩浪潮和迷幻绚烂的感官体验 让你看到年轻和充满可能性的人们 对未来的探索 也许有一天 酸性设计会被其他风格所替代 但是此刻 身在其中 不如好好感受酸性浪潮 感受过去与未来的交融 感受这个时代 当下一切 带给我们的视觉盛宴 参量一下 Manchester United 从中文的视频 intent上打开 概극 两款 一种 五款 出品 海 畅 正